为了帮助身心障碍朋友融入社区生活 台中市政府运用公益彩券银鱼基金 协助清水地区的福气社区关怀协会 成立手座烘焙坊 也是海鲜第二座生障者日间作业设施服务 这天上午举办了开幕典礼 台中市副市长林依颖也特别到场来支持 并且和生障朋友一起手做面包 场面是相当热闹 手上揉着面团 台中市副市长林依颖与多位嘉宾 一起和生障学员手做面包 气氛相当热络 为了帮助身心障碍朋友融入社区生活 市府运用公益彩券银鱼基金 协助清水地区的福气社区关怀协会 成立福气烘焙坊 那里面其实有小厨所 而且提供很好的一个烘焙坊 跟清洁用品的制作 那提供我们海鲜生障朋友 他们有一个很好的驱逐 来到这边那有一季之长 也获得很好的发展 成立有七年的福气社区关怀协会 长期服务海鲜地区的 和老家庭与身心障碍者 生活地方好评 而如今在市府与民间的支持之下 成立手座烘焙坊 不但是海鲜第二座 生障者日间服务设施 也能够帮助这群生障朋友 学习自力更生 和人群有更多的互动 能够让他们原来不太有机会运作发展的这种身体作业机能 能够得到发展继续维持 而且也可以让他们感觉到 对这整个社会是有参与有贡献的 照顾这样的一个生障朋友 有时候是一辈子的辛苦 所以我们很期待在社会局的积极的努力之下 未来我们可以再拓展更多的小作手 还有身障服务中心 学会也表示 店铺盈余除了作为身障学院的奖励金之外 同时也将投注到平时的日间招呼经费 并期盼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团体 一同加入爱心的行列 协助身心障碍朋友 走出家庭减轻招呼者的负担 介乘博汉台中采访报导